要玩一起上 我的地盘听我的 现在买会读书的方正电脑 拥有会说话的图书馆 知识改变命运 决定影响一生 方正集团 忙 上火 牙龈怎么受得了 真想有个灭火器 新叶达草本 含金银花 菊花和罗汉果精华 感觉牙龈清凉 新叶达草本精华木糖醇 你的胃每天都和你一起做运动 胃动力不足 引发消化不良 胃炸 马丁林给胃动力 赶走消化不良 胃炸的困扰 激发胃动力 释放力活力 马丁林 肌肤留不住水 补水再多也没有用 我发现可以锁水的秘密 巴黎欧莱雅清润全日保湿水精华 清透水样质地 蕴含法国福日山SPA矿泉水 能促进细胞活力 增强肌锁水能力 水分进不去 出不来 肌肤更柔嫩 清新水感一整天 巴黎欧莱雅清润保湿水精华 水润摸得到 水分跑不掉 你值得拥有 贵博彩色多功能力品析 欢迎您回到新北方栏目 大家都知道前两天啊 咱们沈阳市呢 降了今年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那这些日子应该说啊 咱们相关部门啊 全力以赴 路面上啊 根本都没有冰雪路面了 非常好 但是呢 今天咱们开车走在 沈阳市黄谷区西江街 也就是沈阳水夜门前 突然间呢 一大片的冰水路面 把我们的车路啊 给挡住了 那大家看到这路面啊 感觉确实的吃惊 这很多机动车啊 尤其是由北向南走的机动车 为了躲过这个路面呢 就得采取逆向行驶的方式 才能予以通过 那很多骑车人 或者走路的 得小心一点啊 才能过去 这个事啊 指定是四处有焉 那我们顺着这个水流啊 往上走一走 发现呢 这个边上呢 有一个洗车厂 咱们进去想问一问 这门前这个冰水路面啊 这个 它是怎么搞的 它家那个水漏 哪个地方 这个 那这车啊 挪开之后啊 咱们看到 确实啊 这个井盖啊 在网出 冒这个污水 那这个井 是不是 这几家 共同拥有的 咱们这厂房用的都是共用一个下水道 都是这个 共用这么一个 对 你说它 它小呗 承受不了呗 对 它经常里边都堵 咱们推断一下 你们这几家 这几个原洗车的 再修车的 共同的是不是 也没维护好 把这下水井 就给堵住了 堵住之后 它得网出帽子 对不对 这个 具体什么原因 咱不知道 洗车厂要是堵了 它就是麻布 麻布能堵振大 这我们呢 对这个燕接单位呢 进行调查和了解啊 哎 我们感觉啊 这事好像跟头一点关系没有似的 好像这事啊 是别人的事 没像有关单位反应吗 这事 没有人反应 马路门前就这么 通行非常难 也不去反应反应 这几家门前 不干净还不反应 今天这个点啊 是下午呢 还算好点 那我们很难设想啊 一旦要是说 天气再冷点 或者赶上早晚的话 这一段 咱们路人的通行啊 是非常的艰难 洗车厂要关系啊 那把那埋的东西都都 都堵了 对堵了呗 那别的都没有了 把那带不及时的 对 日期越来就造成这种情况了 是吗 这个洗车洗 不行 洗车也好 造成这种 那针对这种情况啊 咱们赶紧和市城街热线呢 取得一下联系 喂 你好 哎 市城街热线是吧 哎 我交警里程 西江街啊 辽宁水夜门前 那我们已经将这段的问题啊 向市城建的进行了反应 他们也马上啊 派相关部份啊 到实地来查看 把这问题啊 争取早日啊 给解决了 其实有些事啊 咱们呀 也必老埋下相关部份 咱也得从自身啊 查找原因 你像这个路段啊 边上这宴街单位啊 都是一些刷车的 那本来刷车呢 就往下清理这种污辱呢 就容易造成下水道的堵塞 那么咱们作为这种 特殊行业的负责人啊 就得勤着呢 加强对下水道的疏通和管理 你这样啊 才能把这个下水道啊 共同维护好 好的 感谢观看